好的 我们今天来上课 互动行销广告 我们要开始来往下谈 第二个我要深话的部分 在往下讲之前 往下看历史之前 但是帮我记得一下 十分钟或举手 在往下深话之前 我们要先谈两个 很重要的核心概念 什么叫核心概念呢 我们已经讲过了 我们人透过形式 透过互动 互动是有一个形式在 我们先做人跟传统的文本 就是看电视看电影 是纯粹看而已 这个如果有不一样 就是说我想办法让你的身体 产生移动参与 参与是跟身体有关 不然你可以说老师有 我跟你讲我看电视也在参与 参与剧情 现在就分辨不出来 这一堂课核心是 所谓的参与 是要有一个身体的参与 身体的移动你先不用管 等一下就知道 我们人透过一个形式的参与 叫波拉姆 这是一种形式 身体的形式 人透过身体的形式参与之后 下面有两个是很重要的核心 你要理解它 第一个人透过形式 身体的移动身体的参与这种形式之后 有形式 我们说形式跟内容是在一起的 对不对 现在要问的是 这个内容是什么内容 内容分两种 一种内容是 实用者创造的内容 有没有 这个你可能听腻了 只要谈新媒体都要谈实用者创造的内容 对不对 注意这个概念很重要 第二个是什么 我虽然透过身体形式的参与 但内容是 广告主或者创造的人给你的 等一下我们会看范例 刚好就这两个对比 有没有 这两个对比 难就难在 你要决定哪一种 我们设定一个情境 读者参与之后 那个内容是读者参与完之后 读者自己创造的内容 还是说人参与之后 才发现有人提供固定的内容给你 人都是要透过内容 才能够有理解 对不对 才能够一一的理解 是不是这样 基本的核心 人一定要透过内容 才能产生理解 这个是基本的核心概念 这一堂课如果有重要核心在于 人透过内容产生理解的 这个内容是属于 读者自己创造的内容 还是读者透过参与之后 突然发现有人把内容提供给你 对不对 同学 宝可梦 宝可梦 你跟他互动之后 那个内容是你创造的 还是城市设计者提供给你的 城市设计者比较多 有时候这两个很难绝对的区分 平常去讲 但毛可梦应该是城市设计者给你比较多 对不对 像我们刚才看那个爬楼梯 爬楼梯如果有意义 爬楼梯如果创造内容 那个内容是创造者给你 还是读者自己参与的 爬楼梯那一个 读者参与嘛 这样概念就区分出来了 这很重要喔 换句话说我们在思考跟创造一个互动行销的时候 这个地方是要做决定的 我们开会的时候 到底是要让读者创造内容 还是我们要帮他创造内容 我们要帮他创造内容 叫我们提供内容给他嘛 你要提供内容给他 你要先想好提供什么内容 对不对 那这个喔 这个当然很难是你要帮他想内容 那你说没有 我们要创造一个机制 让读者透过参与之后自己创造内容 可是比较难搞的是 读者创造出来的内容 你有没有办法控制 没办法控制 如果你没有办法控制的话 你又希望 每个人都能够达到一致的共识 对不对 这就是广告嘛 对不对 我们希望读者自己创造内容 又要达到一致的共识 这个难度有没有很大 很大 但平良心讲 这一堂课的核心 秘脉最大的挑战 难度中的难度 知道我要讲什么没有 感觉出来没有 又要他参与 又要创造内容 难道所有的人创造出来的内容 居然达到差不多同样的结论 对不对 哇那就高竿了 这一堂课讲到底 就是这么一个原则而已 没关系 等一下我们来看那个范例 我们在这个范例 只区别两个东西 读者创造的内容 跟读者透过互动之后 找到了别人提供你的内容 虽然都可以产生理解 都是这样子 我们在这个地方做一个区隔 知道等一下看这两个范例的区别了没有 这很重要区别 一个范例很明显的内容意义 是读者自己参与之后 自己创造内容 产生对意义的理解 第二个是读者参与之后 内容是动 别人提供给他的 然后他透过别人提供给他的内容 进行理解 这两个有一个原则上的区分 我们等一下要来播一遍 我先把他给关掉一下 我们等一下讲这两个范例 这是第一个楼梯的 我们再讲一遍 作为一个社 这个上次看过了 不过因为这很经典的案例 有一个社是读者参与之后的内容 都是读者自己创造的 看你是一样跳的 用爬的 要带狗带猫带小朋友 所有你透过这一个互动的形式 所产生的内容 每个都不一样 但最后才能够达到同样的共识 真的你论上是这样讲 这很难 我们再来看一遍 第二个 不过这个因为上次看过了 我们先跳过去 我们先看第二个 第二个就是说你一样互动 但是互动之后内容是 人家提供给你的 看起来好像是互动 看起来好像是 好像你跟他互动很强 其实这个现在也没有水准了 所以才有一下公司会倒掉 就是这样子 看起来他互动很厉害 其实按照我的理论 那是一个低级的互动 因为内容是谁提供给你的 创造者提供给你的 这样就可以区分 内容是读者创造的 还是提供给你的 是一个很重要区分的什么 关键性的什么 的原则 我们先来看第二个 我们先来看第二个 第二个来看一遍 好了 这是我们讲的 一个很也是很经典的互动 搞得几人全很红 但是我要强调 他的特色在于 人互动完之后的内容 是被人提供给你的 对不对 你只是说我通过互动内容出来 我还是要理解 被人提供给你的内容 对不对 这是很重要的概念 好 我们来开始来看了啦 我们开始来看了 哎呦 我们要把它放全部放大 没关系 录起来会很辛苦 有一个扫不认灯的男生出来 然后他会站到一个那个地方 站起来就是跟他互动 他要互动了 对不对 他要互动了 他透过那一个互动的设置产生互动 其实文本也一样 写程式也是一样 那个互动的点是什么 这就是互动的点 互动之后内容出来的没有 那个乐团 这个就是内容 这个就是内容 这个内容是他自己创造 是白脸帮他设定的 白脸帮他设定的 对不对 就是这样子 因为内容是白脸设定的 所以内容可以都是一样 这样意义的理解 可以比较控制 比较可以控制 达到一定的方向 你看 傻不认真的白痴 长得就是这样子 这个女生也一样 她刚才也被吓一跳了 不同的人 透过互动 然后产生对意义 相同的理解 为什么 因为这个内容 是被人提供给他的 对不对 就是这样子 因为内容是被人提供给他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 这个也是很经典的案例 对不对 我们已经讲过了 注意哦 在对比哦 这个对比是 他互动的内容 是使用者自己创造 使用者自己创造 每个人都可以达到 相同的意义 就拿在这个地方 核心观念 再掌握注意一下 开始了 要爬楼梯了 这个经典非常经典 我好选这个案例 所有理论都从那延伸出来的 你看啊 他创造一个情境 好 情境出来之后呢 人开始跟他互动 在我的定义里面 互动是身体要产生行为 身体要有行为才算互动 有没有身体会产生行为 有爬楼梯对不对 不然就跟读书没什么不一样 对不对 他之所以不一样 是因为他爬楼梯 有没有 每个人的内容一样不一样 你看他用挑的 就内容就不一样了 对不对 内容 这个行为的内容是不一样的 这个带狗 又不是每个都带狗 对不对 内容是每个人的内容都不一样 他带小孩 他带狗 他是全家人 对不对 不一样 刚才那个寿腾 每个人看到的夜团是不是一样 对 都一样 你看就这样子 清清楚了 那个理论上的区分了没有 你看 你看到这个内容 每个人的内容都不一样 几乎每个人的内容 可以说 因为他参与的形式 而创造出不一样 用跳的 用站的 带狗 带猫 还是怎么样 至少可以产生出 N种不同的内容 对 其实所谓的互动 最高级 最高级的形式是 做过互动 产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内容 但每个人自己的内容 要达到相同的结论 这才是难度中的核心 这才是难度中的核心 这是我讲的 好 那这样理解的 再讲一遍 读者互动 创造自己的内容 这是第一种 读者互动之后 看到别人提供给你的内容 第二种 第一种是最厉害的 一种什么 设置 就会是这样子 好 10分钟 10分钟